新闻会用接下来的60分钟 带您关心全世界 那么今天新闻开始 马上带您关注今天的新闻重点 北韩官员 金英哲17号抵达华府 与蓬佩奥会面 外界揣测此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川津而会 受到美国联邦政府官门影响 不少公务人员因为领不到薪水 生活陷入困境 得向食物银行领取食物或生活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17号爆发大规模 反中示威游行抗议飞机当局 透过一带一路建设将势力胜入当地 好 首先就带您来关心 北韩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 以北韩特使的身份 在美国时间17号晚间 抵达了华府与蓬佩奥进行会面 而紧接着他就会跟美国总统川普会面 并且转交金正恩的亲笔信给川普 外界认为金英哲这一次的行程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敲定川金二回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才公开表示 美国已经打败藏匿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IS 不过IS恐怖分子却立刻发动了炸弹攻击 还造成了四名的美军死亡 就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 也挺进叙利亚采访 结果就发现当地依旧是烽火连天 局势相当动荡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 要在一个月之内撤军 而这个决定遭到炮轰 更让美国国防部长愤而辞职 如今法国也决定 不会跟进美国撤军的脚步 法国总统马克宏17号对外表示 为了消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法国军队会继续的留在中东 新闻深入报导了解世界局势 英国三月就要脱欧了 但是英国政界现在为了要软脱欧 还是硬脱欧 或者是干脆是直接留欧 可以说是炒翻天了 民众也忧心忡忡 纷纷开始囤积粮食 以及抢买旧生香 而为了硬脱欧做准备呢 现在面对这个订单暴增 贸易箱是忙得不可开交 英国脱欧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全世界都在关注 现在就透过华语的新闻看门道 带您深入了解 美国政府关门即将满月 80万名联邦员工领不到薪水 生活苦不堪言 如今只能到救济站领取食物来吃 就是因为政府停摆张局 还没有解决的迹象 因此提前领退休金的人 已经比去年暴增了34% 像您刚刚看到的状况 美国政府关门进入了第27天 美国总统川普和民主党 恶斗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在众院议长佩洛西 要求川普延后发表国情咨问之后 川普当然也是一牙还牙 17号他趁着佩洛西率团出访前 致函告知 不准他们搭乘军机 坚持如果要飞请自飞 美国总统川普和民主党籍的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两个人因为美墨边境预算多次杠上 如今美国政府关门第27天 双方依旧是谁也不让谁 透过今天的环宇新闻点 就带您来了解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还有川普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扯扯看板带您关心 美国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到2018年之间 非法跨越美墨边界被迫与父母分开的孩头 实际人数比政府公布的还要多 以及马来西亚副首相表示为了遏制年轻人吸毒 政府考虑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实施宵禁 另外带您关注葡萄牙承诺 即使英国无嫌疑脱欧 住在葡萄牙的英国人 依旧可以继续享有居留权 游客也不用申请签证 最后美国政府17号公布修正版的 非弹防御评估报告 内容中建议研发有助于 击落敌方的非弹武器 哥伦比亚首都伯格大警校 17号发生了汽车炸弹攻击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50人受伤 而且死者都是禁校的学生 哥伦比亚总统还有总检察长 都纷纷出来发表声明 谴责反政府组织的恐怖行为 印尼发生了一件 骇人听闻的家暴事件 老婆问老公的手机密码 但是老公拒绝回答 没有想到老婆一气之下 竟然活活的烧死老公 欢迎您持续锁定 欢迎整点新闻 再来带您关心的是 印尼即将在4月17号举行总统大选 而首场的辩论17号登场 寻求连任的总统左柯威 主打速摊 法律改革 而对手普拉伯沃 则是聚焦于经济的议题 尽管57岁的左柯威 现在的支持率仍然是以两位数占上风 但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民举其不定 结果会如何 仍然很难说 澳洲总理莫里森 17号访问斐济时宣布 未来太平洋岛国民众到澳洲工作上限 可以达到三年 积极的拉拢友邦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 这项太平洋劳工计划 适用国家包刮了斐济 吉里巴斯 诺鲁 所罗门群岛等国的民众 只要年龄是建于21岁到45岁之间 就可以千万澳洲从事农业和旅游业等等的工作 时间最长可以三年 专家就表示 澳洲这么做 似乎是想继此抗衡中国大陆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 17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中示威 抗议北京当局 透过一带一路的建设 将势力渗透当地 同时也不满北京施压维吾尔族 数百人企图闯入总统府还有国会 20多个人当场被捕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17号再度接受媒体访问 并且谈到她的女儿孟晚舟的近况 表示她会持续透过法律程序解决这起事件 同时也感谢中国大陆政府维护她女儿 作为中国公民的权益 科技方面来关心 AI时代现在就连养猪也掀起了智慧管理风潮 中国大陆就有业者推出了猪脸辨识技术 只要手机扫描猪脸品种 个资就能立刻掌握 从而精准的控制猪肢的食量 还有健康 同样也是猪 今年是猪年 南韩经济道就一家 亚洲第一家的小猪博物馆 现场是吸引了许多的游客 就是希望能够沾沾喜气 业者甚至估计今年诸年 游客能够突破12万人 日本北海道目前正值寒冬 这两天还遭逢爆弹低气压攻击 除了暴风雪惊人之外 旭川甚至出现了零下30度的低温 最近有东京的民众发现 市区内出现了一幅小老鼠撑伞的涂鸦 很像是知名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希的大作 就连小池百合子也抵挡不了班克希的魅力 在上班的途中主动要求要绕过去看一看 还合照流年 最近脸书和instagram都会发现 几乎被前后比对照洗版 不少民众甚至连艺人政治人物 都把10年前的一些照片给找出来比对一下 不过就有专家质疑说 脸书等等社群媒体 可能是用它来搜集大数据 研究脸部辨识 活动背后的动机可能不单纯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有潜水人员在美国萨威尼海域 发现了一只罕见的怪物级大白鲨 长达6.6公尺 专家认为它是目前史上最大只的大白鲨 中国大陆各地常常都会举办商演 但是因为地处偏远 又或者是艺人的费用太高 所以很多厂商都会索性 请来山寨版的歌姓来称称场面 像是专门模仿林俊杰的范衣鞋 还有这个模仿500的人 他们一年吸睛竟然可以逼近900万台币 每天都会追剧吗 根据统计审视 台湾网友每天花一到两个小时 追剧的比例竟然高达了四分之一 不过最多人使用OTT服务平台 政府却没有相关的法规 主管机关究竟是哪个单位都搞不清楚 法国赛卧一一举行为期三天三夜的冰雕比赛 来自世界各地20组的冰雕团队都前去挑战 新闻最后就带您去看看 更多国内外的新闻内容 也请您上网搜寻关键字 欢迎新闻网 也可以上影音平台搜寻关键字 欢迎新闻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门又臣 我们再会